这次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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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宝 有点磕你们俩 那你来磕你行吗 我生日我要站左边 好吧 那我今天让你站左边 我站右边 有点磕你俩 这个轮不到你磕 好了 怎么打开抖音了 好了我念信了 我这个信呢 它就是说它比较正经 走的是一个正经风的 一个信 让我们看看有多正经 你好乃萍 我亲爱的室友农燕萍 没想到这是我们认识 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给你写信 是吧 你生日公演 是 对吧 对我很久没有万神公演了 因为我原本还想着 怎么可能是第一次写信 然后就狂翻我的备忘录 发现没有你的综艺 对 然后呢 总感觉平时很多想对你的话 在平时和你聊天的时候 已经说了很多很多了 但是呢 打开我的备忘录 却又有一些心里话 想要对你说 喜欢你就是你 忘词了 世界上最可爱的你 也 认识这么 认识这么久 真的很感谢你平时对我的照顾 无论是从哪方面的照顾我 都非常的谢谢 谢谢你平时包容我不把垃圾丢进垃圾桶 吃完东西总是不记得随手扔掉 包容我早上起得比你早 晚上睡得比你晚 包容我的调皮 你想要插话可以随时插 没关系 包容我的调皮捣蛋 喜欢恶作剧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 感觉毫无交集的我们俩回想起来 竟然在认识之前就有这么多的共同回忆 也 举个例子 进去的时候你把我说哭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当时还很小 天大的误会 我当时还 特别有责任感 反正就是 我当时心想这个人当队长怎么这么有责任感 对 但这个事就别说了 不能让大家知道 也很感谢我们的相遇 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一个哭的时候可以依靠的人 或者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让我想哭就哭的人 我是一个很少显露出悲伤和眼泪的 但是我呢 但是我能在你的面前肆无忌惮地宣泄我的悲伤 虽然也很少 一般还是会憋住 但是对于我来说 你已经是一个很特殊很厉害的存在了 毕竟我就连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个天塌下来都不会哭的小孩 谢谢你在我遇到悲伤的时候能够安慰我 在我不自信的时候能够夸奖我 但是你也要自己每次都夸奖我 他每次都夸我 说小琪你真的很漂亮 你的脸真的很小 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也要自信一点 你真的很漂亮 你也是 不是你更漂亮 你才是 不是你最漂亮 我要是长成你这样 我就是在午餐上睡觉 我要连有你这么小 我都开心死了 我都 在我不自信的时候能够夸奖我 谢谢你包容我的小脾气 也教会了我很多人生的道理 就像我妈妈说的一样 你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照顾着我 我也没有想到当初的我只是抱着与你合作一次特殊舞台的想法 邀请你与我最佳拍档 到现在我们竟然成为了无微不至三年的最佳室友 我一边感叹着生活的戏剧性 又感慨着缘分的命中注定 哇 咋啦 写得真好 不好意思 我小学的时候作文考全班第一 上帝就像我们俩的导演 给我们安排了这么一出晚间八点泡沫青春剧本 或许我天生自带 也或许是在团里这些年的经历 我变得很矛盾又很纠结也很别扭 我总是在矛盾中反反复复 有一些话在嘴边要说出口了 却又矛盾地咽回肚子里 于是每当这个时 嘿嘿嘿嘿 于是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只会开始期待我和你新的一天的到来 我总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分离 没有谁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爸爸妈妈不能 粉丝不能 但是我会想要珍惜你在我身边的每一天 因为你对于我来说 因为你对于我来说就像是 我找不到形容词了 你就像我屋里的一盏灯 像睡觉的时候的一床被子 像我的iPhone 13 Pro Max 像客厅 把你拍照拍得很丑的那个 就是不离手的意思 像客厅的茶几的一根桌角 我觉得你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 对待每一件事都很认真 对待每一个人都很好的人 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对待每一个人都太好了 懂? 不会是吃醋了吧 不是啊 就是你对待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我一样 但是也不一样了 但是我现在好很多了吧 确实 但是也不一样 你不会跟别人那个撒娇傻脾气 那还是有一些人 就像他们都说你 就像他们都说你是大姐姐 但是我感觉你就像一个小美眉 就是他私底下就特别的小美眉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说话总是 林书强 林书强 总是这样子 有一些话要说出来 就是那个情绪才会发泄掉 好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在哪儿 你都不会轻易丧失对正在做的事的一份热爱 不久后的未来 你的人生正准备崭新的闪着光向你走来 我会努力守护你 不让你轻易掉泪 呃 谢谢你 我的奶瓶 好 谢谢你 我的小晴 我的奶瓶 摸摸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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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晚上回去再多说点 好的好的 谢谢小晴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往 prices